了不起的消防员爸爸 对门家的爸爸一大早就在洗车 明天是星期天 他要带全家人出去玩 可是我爸爸今天 还要去工作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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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可是星期天呀 嗯 怎么了 嗯 没什么 没什么 爸爸再见 我爸爸是消防员 只要爸爸外出执行任务 这一天就见不到他了 明天早上 爸爸才会回来 那时的他肯定又困又累 逼逼逼 着火了 火灾 警报响起 消防员们迅速行动起来 快点 快点 再快点 消防车冥响警笛 一路风驰电掣 转眼间 小火苗就会升腾为可怕的熊熊大火 谁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发生火灾 所以消防署永远不会休息 不论是暑假 还是正月 还是星期天 消防署都不会休息 每天工作24小时 每年工作365天 消防员们轮流值班 保护城乡的安全 爸爸 如果一直没有火灾的话 消防员就没事可做了吧 我这样问爸爸 爸爸认真的回答说 不是这样的 如果一直没有火灾 当然很好 不过 消防员的工作 并不只是灭火 消防员每天都要进行严格训练 反复练习 锻炼体能 练就过硬的本领 消防车的维护也必不可少 水灌消防车 化学消防车 云梯消防车 还有向大家发出指令的指挥车 消防署还有救护车呢 消防员还会去学校和幼儿园 指导大家进行避难训练 教大家使用灭火器 可怕的并非只有火灾 还有难以预测的地震 模拟地震车能够产生强烈的震动 通过这样的练习 可以教给大家地震中的防身办法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发生洪水 山崩等各种灾害的时候 也需要消防员挺身而出 我爸爸是消防员 所以休息日时 爸爸不能总和我待在一起 有的晚上 家里只有我和妈妈 听到远处传来的警笛声 妈妈向窗外望去 妈妈在担心爸爸吧 不过我爸爸肯定会平安回来的 爸爸每天都刻苦训练 以防万一 无论什么样的火灾 爸爸都能扑灭 到了早上 爸爸肯定会平安回家 我回来了 爸爸你回来了 今天是星期天 我很想和爸爸一起玩 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这句话 爸爸却对我说 快 拿球去